歡迎大家收看PMQ Taste Library 音樂家的餐桌的第二集 我是Eriksson 我們今天講的作曲家、音樂家 是音樂之父巴赫 剛剛大家聽過這段旋律 叫做Minnerway in G 我想大家都已熟冷場 相傳是Bark送給他的第二任老婆 是一個Anna Madalena的小禮物 不過這個只適合了一半 實際上這首是Petzold 當時是其中一個很有名的音樂家 只不過是Bark覺得這首歌好聽 而送給Anna Madalena Bark曾經結過兩次婚 他們兩個太太一起生了二十個小朋友 Bark有一點命苦 他的十個小朋友都被他早走 大部分都是腰節 或者是兩三歲的時候已經過心了 關於Bark的一些資料 關於他如何為人 他有沒有書信留下 全部都很少量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要憑一些 side story 或者是 side history 甚至在音樂裡面去推測 其實他在過一個怎樣的人生 和人是一個怎樣的性格 在一個這樣的狀態之下 我們怎樣知道 他是喜歡吃些什麼的呢 如果你在上網打Bark 究竟喜歡喝些什麼 吃些什麼呢 你可能會找到Bark很喜歡喝咖啡 你們可能會找到一個 quotation 是Bark說的 如果我早上沒有喝一杯咖啡 我就好像一隻乾了山羊 但這句話其實不是Bark說的 是他一隻很出名的清場劇 Coffee Cantata裡面的一句台詞 這個Coffee Cantata裡面說什麼呢 是說一個女兒和一個父親 關於一個咖啡的爭壓 那女兒很喜歡喝咖啡 但是那個爸爸很不想她 不停地出去咖啡館喝咖啡 就不讓她去 那用什麼來威脅呢 就是用結婚來威脅 她說如果你再去喝咖啡的話 我就不會幫你做相體 不會幫你安排夫妻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態呢 因為當時的咖啡館很多 都是一些男人去談一些政治的問題 黃色的笑話 很多關於男人的題目 是女士不太適合她 或者這樣說 當時的社會覺得 娘家婦女不應該在這些地方聚集 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狀態 Bark因為當時她是在Leipzig最出名的咖啡室 她叫做Coffee Zimmermann 她們首先推廣modern music 第二就是推廣咖啡的文化 我現在吹一段Coffee Cantata裡面 是一個女兒很想喝咖啡 說她有多喜歡咖啡之前的一段小小的前奏 我們就大致上知道 Bark到底有多喜歡喝咖啡 大家聽到這一段前奏 她的女兒高夫說 我每天都要喝咖啡 咖啡有多美妙 我們就會看到這一首的音樂 她迂迴曲詞 好像一個少女的心情很複雜 好像很學求戀愛那種苦劫 我們就知道Bark究竟對咖啡的愛有多少 接下來我會示範一下 究竟18世紀初德國是怎樣煮咖啡的呢 首先將生豆落鑊炒 炒底有很多學問 大家上網也可能找到很多影片 給大家一個小小小的提示 要不停地來煮咖啡 如果不是的話咖啡豆就會很容易 炒得很不均勻 如果我們用煎餅炒的話 我們現在一齊看看怎樣做 大概炒多久呢 大概炒多久呢 大概炒8至10分鐘左右 用中火至大火來炒 炒到它啪啪腥 然後去到好心色之前 焦之前就可以關火了 讓它放涼一會兒 我們就可以到Grinder裡面磨它 磨到越幼細是越好的 我們這個做法 同時我們煮一煮水 煮到它滾了 才把咖啡粉下去 可能一放涼之後馬上關火 我們同時預備了一個濾濾 就是讓你煮完之後 倒下去 加上咖啡渣 我們就可以喝了 我剛剛已經沖好了兩杯咖啡 也邀請到我們的嘉賓 Black Sugar的主理人William 你好你好 我是William 不好意思 要你試我的不是很放得上桌的咖啡 不要這麼說 所有咖啡都好喝 有不同的經驗 我今天就主要請教William 關於少少咖啡的知識 好 大概九世紀開始 由非洲開始大量種植咖啡豆 直到中東傳到土耳其 成為當地流行飲品 然後大概到十七世紀頭 才傳入意大利 再走遍整個歐洲 不知當時歐洲對咖啡的第一印象 其實他們很上癮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喝過 那麼提神 那麼強勁 他們會覺得整件事好像 好像熱血沸騰 令他們整個精神狀態提高的 所以他們很快就接受了這個飲品 所以大家經常覺得咖啡是意大利 因為那裏再廣大到歐洲地方 因為他們一開始試了一個紅色咖啡果實 發覺它是一個天然的興奮劑 然後他們用來熬湯喝 直到現在可以很講究的手飲品 中間的進化過程是怎樣 我想這件事是逐步逐步來的 他們開頭是最簡單的 可能用一個煲啡的方法來做 到之後可能真的有蒸氣的發明 所以他們可以將所有的機械化 就是Expressal的產生 然後再到他們追求風味 原汁原味 想追求細緻的風味 就可以演變到多了很多手衝 所以才慢慢大家繼續去研究 如何去做到這件事 便變到我們今天有這麼多不同的咖啡種類 之餘不同的處理法 不同的沖住方法 亦都可以讓一個食材 可以有這麼多不同的方法去欣賞 明白 我們現在手頭上有兩杯咖啡 一杯是Handrip 另一杯是我嘗試用 當年德國十八世紀頭 我們究竟怎樣沖咖啡 我們就是把咖啡生炒 然後馬上磨粉 然後倒入水 用煲 粗脂大葉 比較德國式的早期做法 我們試一試味 好啊 我們先試這杯 這杯有沒有堅甜 這個可以 應該這麼說 不同方法有不同欣賞 其實也沒有絕對是好還是不好 但因為其實手沖 基本上可能會過了一層淚網 出來通常都整體會乾淨一點 所以我們飲第一杯是一個 這個Handrip 對 很明顯是一個Handrip 你會覺得風味清晰 然後果甜都會突出 還有後味道很乾淨 但反過來 我覺得不同的朋友 不是不同的朋友 不好 因為其實反過來 會覺得這個厚 它會 我們剛才這樣看 我們鏡頭廊後面 很RAW的感覺 但反過來 其實它的複雜性更高 你會有很多不同的物質 不只是單單 可能只有Cherry果甜 你可能會覺得 好像會有其他 你未必能形容得到 但反過來 會多了很多 有些人會說 那些是雜味 但有些人 我覺得當你煮得不太久 事情是剛剛好的話 其實就會多了一個 複雜層次感在裡面 所以其實不要說好不好 差在那個時間 如果你拿來得好 其實兩票都可以好好喝 關於炒這個山豆的問題 18世紀這隻 一炒完山豆 就馬上磨了 但最近手沖在香港 也很難問 去咖啡店 也會說 昨天炒起 不如放多一個星期才沖 其實有什麼分別 其實炒的時候 原本你見到一個 綠色的山豆 很細小 很硬 你一加熱 其實它裡面會有 因為它還有一個 水蒸氣 水蒸氣 大家都知道 如果加熱 你去到那個 Boring Point 它會變成蒸氣 其實它就是 不斷不斷會膨脹的 所以其實如果 那些豆炒完出來的話 你馬上磨了它 其實很多時候 那個豆 那個 我們經常說 尾頭夠氣 那意思就是說 它裡面有太多CO2 變相相相對的 風味就會容易 拿到我們 可以更加 全享受的那杯咖啡 明白明白 相當之了解 現在 麻煩你 我們今集的音樂家的餐場 都到這裡了 歡迎大家 追蹤我們 PMQ Taste Library的 IG Facebook 和Youtube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音樂家的餐場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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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